这是嚣张至极的挑衅 保镖们怒气勃发不约而同的持刀逼上 人墙越聚越密 昂热仍在一口口的抽烟 菊正宗说 退后 保镖们不得不退后 同时强忍着表现的千功有礼 校长 您用这种语气说话 有为教育家的身份呢 被您的学生知道了 会很惊讶吧 在学生面前 我是不会流露出这么难看的嘴脸的 但我现在在跟你说话 你是个黑道老混混 而我呢 也曾是个黑道老混混 我们之间可以坦白说话 今天的事 我们会查清楚 向校长您汇报 但家族谈判的底线 想来犬山家主也说清楚了 不容更改 嗯 你们今晚要不要开个派对什么的 你们讨厌的那家伙死了 犬山君 是啊 你们不一直说他是我的狗吗 是出卖蛇旗八家的叛徒 是八姓家主中 跟卡塞尔学院走得最近的人 他死了 岂不是值得亲和的事吗 至少我从未怀疑过他 我们会为他报仇 他是蛇旗八家的犬山家家主 是我们的同胞 哭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玉藻前中走出了长长的队伍 长谷川一龙走在最前面 犬山家的女孩们 抬着犬山鹤的尸骨尾随 扶灵的是米美 琴奶 河沙 全日本三分之一的少女偶像 明天电视机前的观众会发现 很多少女偶像同时宣布停工 很多夜总会也会关门歇夜 男人们无环可寻 从今夜起 整个日本的风俗夜将停止运转 作为对家主的哀悼 经过的时候 翼龙向昂热身鞠躬 对校长的招待不周 请原谅 想哭就哭吧 你这样憋着 就像只公鸭 不想哭 只觉得难过 家主和校长的重逢 太晚了呀 昂热愣住了 许久才长长的叹了口气 作为一个教育家 学生们都死了 自己还活着 这是让人多不爽的事啊 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摸出了球棒 狠狠地一棒砸在劳斯莱斯的水箱盖上 接着 滚如雨下 所有人都呆住了 不明白 这个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家伙 何以忽然间暴力如此 劳斯莱斯以手工定制著称 车身是工人用锤子一寸寸敲打出来的 即便是擦上 也得花上几十万日元修理 而昂热抡着球棒 把这辆车砸到后视镜脱落 前窗玻璃开裂 车门凹陷 行李舱盖弹开 他还一边砸一边踹 把鞋印留在镜面般的烤漆上 都别动 让校长放松一下 菊政宗说 昂热每轮一棒 就在修车的账单上增加了巨大的数字 司机开始还试图算个账 之后他就放弃了 去跟车厂订一辆新车 是更省钱的办法 菊政宗端坐在这辆四面透风的车里 礼佛般安静 任凭车身震动 碎玻璃直往下掉 保镖中也有曾在街面收保护费的 为了威胁不交保护费的店主 就在深夜里砸烂他们的车 看昂热这么砸法 显然是行内人 足见他六十多年前 在东京街头号称石藩打 不是浪得虚名 最后一击 昂热把钱保险杠砸脱落了 他扔掉球棒 拎起皮箱掉头离去 菊政宗问 要送你一程吗 就你这辆破车还是算了吧 再见 昂热校长 望着昂热远去的背影 菊政宗在车中微微躬身 此时此刻 他还不忘使用鲸鱼 陆明飞觉得自己正躺在海浪之上 阳光如一双柔软的手抚摸他的身体 这是哪里 加勒比海 大宝礁 或者 天堂 他疑心自己已经死了 否则没有理由说 在日本的雨夜中被击毙 醒来就已经到了阳光灿烂 海水温暖的度假圣地 满鼻子都是薰衣草和海藻的芬芳 海水在身下起伏 每个毛孔都放松地张开 他贼兮兮地把眼睛睁开一线 四下观察 这个习惯由来已久 小时候看革命教育电影 每每见到日本鬼子 一桶凉水泼到地下党的脸上 地下党便悠悠地行转过来 鬼子历声贺问 密电码在哪里 地下党要么是吐口唾沫过去 要么就是撂句革命狠话 鬼子气急败坏了 就喊再给我狠狠地打 陆明飞就会富匪 这地下党太缺乏革命智慧 管他多少桶凉水 焦头就继续装晕 没准鬼子还以为 你扛不住快死了 跑出去给你找大夫呢 阳光下雾气缭绕 子群金发的女孩坐在一旁 胸前穿成串的小铃铛在叮咚作响 哇塞 这不光有阳光海水域 还有美女培育的待遇 陆明飞不禁有些欢喜 女孩似乎感觉到陆明飞醒过来了 俯下身来看她 那双眼睛就如阳光下的海水般成澈 她斧得越来越低 少女的甜香笼罩着陆明飞 视野全被丰满的胸部占据 胸怀之伟大 直欲称烈一金 陆明飞又羞涩又紧张 心说你妈 这剧情转变得也太快了吧 刚才还在恐怖片里 眼被黑帮枪战波及的无辜路人甲 忽然就跑到纯爱偶像剧里 出演男主角 这都不给人点准备的时间 不过这金发蓝眼大胸的造型 好似在什么地方见过 感觉是个熟人 她何曾结识过这种外国有物 你醒了 有物把她从海水里扶起来 好极了 喝点酒压压镜 立刻就有嘉宾的福特加灌进喉咙里来 陆明飞咳嗽着崩了起来 你是谁 我在哪儿 震静震静 你昏迷的时间太长了 刚醒来可能有些不安 所以我才给你灌了一杯酒 不过看起来 你倒是很有活力啊 有物大力地拍着她的肩膀 这浑厚有力的嗓音也很熟悉啊 果真是什么熟人吧 陆明飞惊疑不定地打量对方 她重新在水中躺下 闭上眼睛 刚才一定是我醒来的方式不对 我现在躺下重新醒一次 你醒来一千次看到的也还是我啊 你是觉得醒来发现 楚子航在陪你洗澡会更爽是吗 有物叼着雪茄 不不不 老大你搞错了问题的关键了 不是谁陪我洗澡的问题 而是我一定是穿越到了平行世界 这个世界里的你是个娘炮 还是个品味蛮差的娘炮啊 陆明飞爬起来靠在水边 根本不是什么风景宜人的热带海滨 而是一间日式的浴室 四壁都贴着松木板 陆明飞被泡在一个一米多深的大木桶里 美好的薰衣草味道是水里加的精油 坐在旁边负责天才的游物是凯撒 确实是金发蓝眼和大胸的熟人 只不过他的大胸可以握推三百磅的杠铃 真正吓到陆明飞的是凯撒的样子 凯撒穿着一件亮紫色的紧身西装 豹纹衬衣解开了三粒扣子 胸肌勾全露在外面 搭配银项链 银骷髅坠子 水钻耳钉和水钻戒指 活脱脱一个午夜色情秀的主持人 他居然还化了妆 烫过的金发垂下来挡住一只眼睛 另一只眼睛描了蓝紫色的眼线 抽一口定女神 凯撒把雪茄递到陆明飞嘴边 陆明飞低头看了一眼 这间接失吻我有点受不了 老大你知道的 我还年轻 比较单纯 雪茄上有一圈红痕 凯撒玫瑰色的嘴唇迎润欲低 还点缀着闪亮的金箔 连口红都抹上了 陆明飞问 我昏迷了多久了 六十多个小时 你很幸运 那颗子弹只是擦伤了你的颈部动脉 那家伙是个杀手 用的是7.62毫米的鲜心弹 那玩意儿要是真的打在你的身上 会翻转变形 然后在你的身上 钻出碗口那么大的洞来 但动脉被擦断 失险很严重 所以你一直昏迷不醒 体温又很低 我和楚子航只好每天两次 把你泡在热水里 你没办法进食 我们就买葡萄糖给你打针 我们一度很担心你醒来会变成个傻子 没想到 你醒过来就这么活蹦乱跳的 我不是活蹦乱跳 我是被你给吓的 我们本来该带你去医院的 但我们现在可是通缉犯 只要打开电视 就能在滚动的字幕上看到我们的照片 罪名是走私核燃料 恐怖袭击 还有强暴幼女 我们什么时候搞过这些大事情 前面听着还像个有志气的罪犯 然后最后一条突然就下践起来了 想起来就是俄罗斯黑帮 本拉登 还有中年暴露狂怪叔叔的合体 当然是有人在陷害我们 我们被通缉的罪名严重 警察就会投入更多的警力来搜捕我们 我们就无法公开的行动 有人不愿意我们和本部联系上 一定是蛇七八家那帮龟孙子 他怕我们搬救兵来 确实是灰液机设置了网络防火墙 我们只要接触网络或者打电话 就会暴露身份 灰液机在跟踪和监控方面的能力 似乎不亚于诺罗 我有办法 我有个谁也不知道的QQ小号 我可以上那个QQ小号 然后再加我们那个星际群 找个一起打星际的兄弟 帮我们给施奈德教授打电话 他说的是他用来调戏表弟的人邀号 想不到那个早就废弃的号 还能废无利用 心里不仅有些自鸣得意 西洋的刻痕 连诺诺都能查到的小号 十七八甲怎么会查不到呢 以诺马和灰液机的计算能力 想要查透一个人的生活太容易了 在超级计算机面前 每个人的生活都很简单 就那么几个重要的人 几件隐私 无论你是美国总统 还是Google上搜不到的普通人 陆明飞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仰望屋顶在心里盘算 平时想起来 觉得自己过去的二十年人生也蛮长的 认识过蛮多的人 肚子里蛮多坏水 可认真地想想 就像凯撒说的那样 就那么几个重要的人 几件藏在心里的事 原来用计算机把一个人的一辈子 做成表格居然是那么短的 翻几篇就看完了 再泡一会儿吧 喝了酒泡热水发发汗 对你的身体有帮助 凯撒从地下拾起柴刀 捡了块木柴开始劈 给你加把火 日式泡澡桶下面是个铁底 直接坐在火焰上烧水 跟妖怪煮唐僧的铁锅一样 只要不断添柴 永远都是热的 陆明飞默默地看着凯撒的背影 穿着紫色性感小西装的贵公子 正挥舞柴刀上下开合 胸肌在林口中若隐若现 他又想起陆明泽在吉渊中说的话 陆明泽说 只要你说句话 我就让世界上从此没有凯撒 没有了凯撒 就不会有那场世纪婚礼 你也不会伤心难过 诺诺还是那个找不到人陪他去芝加哥的小疯子 他会开着车在你的楼下转圈 大喊说 谁陪我去芝加哥 谁陪我去芝加哥 这一次你抢先跳下去 你就能得到他的心了 只要你说 世界上没有凯撒就好了 其实这种心思陆明泽有过 可那一刻他就是说不出来 就算陆明泽拿枪抵着他的太阳穴 他都说不出来 想想这个名叫凯撒的傻逼 也是自己生活里为数不多的重要的人的 虽然多数时候 他都扮演那个骑在你头上 遗旨气势的高帅富 你在心里狠狠地吐槽的 但他同时也是那个会帮你在Aspira定做的人的 还夸张地包了场 还帮你准备好了一套合乎他自己品位的症状 他还是那个一起吃饭 总牛逼哄哄买单的人的 满脸写着 对我们高帅富 这都不较浅 他还是那个明知可能要死 依然坚持穿上齐格林装具出仓的人的 因为他觉得自己丢不起那个人 无法忍受老大活着兄弟们死光的结局 你生活里有几个重要的人呢 你能轻描淡写地抹掉其中之一吗 所以说不出来呀 所以扑出去为他挡子弹的时候 连想都没想 陆明飞深吸一口气 蜷缩身体把自己完全地沉进水里 我可 我都忘记问老大这是什么鬼地方了 陆明飞猛地站了起来 对呀 这种时候瞎敢砍个屁呀 现在我们被警察通缉 被黑道追杀 哪还有心情在这里伤唇悲羞地泡日本枣啊 高天元 高天元 陆明飞茫然了 分明那座古城已经滑到地壳裂缝里去了 此刻应该正在地满层的岩浆里漂浮吧 如果他还没有被高温融化的话 确实是高天元 某个同名的地方 在日本的神话里 高天元就像是天堂一样的地方 所以也可以说我们现在是在天堂里 老大 你说话云山雾罩的我听不懂 陆明飞环顾四周 这种木桶喜遇虽然感觉有些乡土 但这间浴室却绝不是什么乡下房子 恰恰相反 她的装修在低调中透着豪华 还有几分放浪 墙上贴的木板都有着华美的纹路 看起来绝非一般木头 陆明飞洗澡的这口木桶 则透着马脑般的深红色 敲着发出清脆的声音 更不可能是什么便宜货 四壁都挂着精美的服饰会 画面上穿着和服男女纠缠着接吻 女人半退衣衫露出一身白肉 看起来是什么日本后宫题材的春宫图 角落里的香薰灯是一人高的弹木雕观音坐像 观音手中捧的油碗 看起来很可能是包金的 很难解释 出去看看你就知道了 凯撒把一件玉袍扔在陆明飞身上 浴室是地道的日本浴室 外面却是欧洲风格的长廊 完全不同的装修 奢华却是一样的 地上铺着金丝油木的地板 墙壁上挂着赤裸少年在井边挤水的油画 顶上一盏接一盏的水晶吊灯 陆明飞越走心里越没谱 老大你又有信用卡用了 这里很贵吧 嗯 是很贵 长廊尽头是一架电梯 凯撒和陆明飞走进电梯 青铜雕花的门缓缓合拢 电梯平稳地上升 陆明飞隐约听见沸腾的乐声 从上方传来 一会儿无论看到什么 都不要鬼哭狼嚎的 这里的规矩很严 哼 这可不像老大你的风格啊 老大你在乎过什么规矩啊 你不是那种 我们家徒所家的人说的话就是规矩 这样的人吗 小龟你 哎呀妈呀 谁的屁股这么大 规矩物品不要随便乱扔啊 电梯门外 一只用紧身裙包裹的硕大臀部 正随着节奏激情的震产 占据了陆明飞的整个视野 舞池中数不清的男女在摇摆 地面有节奏的震动 这是一场盛大的假面舞会 女人们都穿着短裙 踩着细高跟鞋 脸上戴着精致的面具 裙边上装饰着华丽的亮片 或者孔雀毛 他们的舞伴都是年轻的男人 要么阴柔俊秀 要么阳刚粗广 多半都是明星级别的美男 服装风格都跟凯撒差不多 那是几十门闪光娘炮 组成的娘炮营 凯撒捂住陆明飞的嘴 叫你不要鬼哭狼嚎的 跟藤原前辈问好 朔大臀部转过身来 仍是雷雷横肉 占据着陆明飞的视野 陆明飞心里说 正面看也是个朔大的臀部啊 前辈您好 您是屁股妖怪吗 朔大臀部居高临下地 看了陆明飞一眼 让开了通往舞池的路 他退开两步陆明飞才看清了 那是个身高接近两米 体重至少两百斤的壮汉 踩着至少四十七码的特制高跟鞋 身穿腰围一米五以上的紧身超短裙 举手投足间 浑身横肉水波般颤动 唯有肉山大魔王之类的尊号 才能配合他的身份 前辈好 前辈辛苦了 陆明飞点头哈腰 凯撒似乎也很尊敬这胖子 鞠躬之后把陆明飞拖走了 胖子又开始他激情的舞蹈 横肉颤抖说不尽的银米 但那张脸不怒自威 蒸容法相倒像是东密佛寺中的金刚银王 舞池中的气氛更银米 无人不醉 醉醺醺醺的女人搂着醉醺醺醺的男人 把香槟倒进他的领口里 领舞的男人在欢呼声中撕裂衬衣 露出肌肉分明的胸膛 服务生们捧着成银粉的托盘穿行在人群中 女人们纷纷用手沾上银粉 在武南胸口背后留下掌印 大灯熄灭 群魔乱舞 荧光灯照在武南身上 鲜细的银色掌纹重叠起来 就像是他的纹身 伍池边卡座上穿小黑裙的年轻女人忽然蹦了起来 脚下踩着棉花般不稳 扭动到凯撒身边亲吻他的面颊 凯撒接过他递来的香槟一饮而尽 然后挥手打发了这罪鬼 老大 这里的人看起来好像跟你很熟的样子 是你们家在日本的高档会所吗 陆明飞总觉得有什么不对 舞池外是环形沙发和卡座 坐满了盛装的女人 他们搂着某个神采奕奕的男人 高声说话频频举杯 脸上满是色瘦浑霄的笑容 倒是那些男人都彬彬有礼 不时地凑到女人耳边说几句话 有的女人会娇笑着钻进她怀里捶她胸口 有的女人却会大笑着杨作山男人耳光 其他女人跟着起后 成平上桌的香槟很快就见底了 服务生穿梭在座位之间 不时有女人把信用卡扔给服务生 看起来是要她去加酒 陆明飞忽然想明白是什么地方不对劲了 在这里只有女人买单 那些风度翩翩的男士根本没有掏钱包的意思 凯撒拉着陆明飞站在帷幕后的阴影里 桑巴舞曲结束 孤高的鼓曲接着响起 要么是萧 要么是熏 听着这种音乐 仿佛一下子从大都会的夜场返回了古代的日本 站在秋风萧瑟的野桥边 大幕拉开 舞台缓缓上升 台上站着孤俏的身影 灯光全灭 只剩孤灯从天而降 笼罩着那个孤俏的男人 他穿着白衣蓝胯 长发披散遮住了半边面孔 鼓风机把樱花瓣吹向他 风中他的大袖翻飞 露出线条分明的小臂 男人退下白衣 把两袖扎在腰间 赤裸的胸膛随着呼吸起伏 他伸手拔刀 动作中带着失忆之美 满场掌声雷动 男人在落鹰中舞刀 刀随身走 进退有度 居然不是花架子 而是真正的格斗刀术 按说这种格斗刀术 并没有什么观赏性 但不时有女人兴奋的尖叫 他们欣赏的重点 是男人挥刀式的肌肉线条 单论肌肉数量的话 舞台上的男人不如凯撒客观 但他销售有力的身体 有种竹枝般的筋结感 恰好适合诠释 美少年武士的孤寂之美 说起来 这家伙赤裸上身的样子 陆明飞见过不止一次 从没觉得他像今天这么性感 陆明飞扭过头 诚恳地问凯撒 老大 你说我还有机会穿越回原来的世界吗 接受现实比较好 那确实是楚子航 凯撒拍了拍他的肩膀 黑衣蒙面的服务声 把两米长的案板推上舞台 案板上铺满冰块 冰上摆着一整条金枪鱼 厨子航挥舞长刀 刨钉解牛般分割鱼肉 暗红色的背肉和粉色的腹肉 被分别切成漂亮的方柱形 各部位分门别类 用纸包好之后 塞进不同的木格里 最美的鱼男肉 看起来就像是粉红色的大理石 服务声用木板 把这块珍贵的鱼肉脱举起来 绕场一周 女人们都鼓起掌来 未必是这条金枪鱼 有什么不可超越的地方 但它被厨子航 用美妙的刀工分解开来 于是就升华为艺术了 尤其是厨子航操刀的时候 还裸着上身 女人脱光了可能是色情 但男人脱光了 都他妈的是艺术 当一块鱼肉 又艺术又性感的时候 你还怎么拒绝它呢 就像雪茄克无法拒绝 卷烟是在古巴少女大腿上 搓出来的顶级雪茄 厨子航的表演还未结束 客人们就已经纷纷下单 购买它手切的鱼生了 其中最珍贵 也最肥腻的那块鱼男肉 以拍卖的形式出手 出价不断的翻新 最后 这块长方形的鱼肉 被拍出了七十万日元的高价 赢得拍卖的女人站起身来 骄傲地接受了全场嘉宾的掌声 厨子航按照客人的要求 把各部位的鱼肉切成厚度合适的片 副生负责摆盘 配上线磨的山葵 分别命名为松 竹 或者煤 松盘售价为三万日元 竹盘售价六万日元 而最昂贵的煤盘 则要卖到九万日元的高价 鱼生被流水般端下台来 送到每张桌上 吃到的女人都流露出陶醉的神情 频频点头 频频赞叹 大概制作声弱下花的那位主厨 也不曾得到过如此一致的赞美 一个最迅迅的女人 吃了鱼生之后兴奋莫名 居然冲上台去 把香槟泼在楚子航身上 这个举动点燃了所有女人的热情 看着酒夜流过胸肌间的缝隙 女人们都举杯为她的勇敢举动喝彩 药精 药精 全场欢呼 陆明飞小心翼翼地问凯撒 他们叫的药精是 楚子航的花名 那巴萨拉庆是 翻译成中文是婆苏罗之王的意思 我的花名 那么 这里又是 高天元夜总会 整个新宿区最有名的牛郎夜总会 刚才你看到的 是新人牛郎楚子航的处男秀 他表演的节目名为 余生武士道 是我理解的那种牛郎吗 没错 就是女人付钱 我们陪他们喝酒 凯撒一把扶住陆明飞 你还好吗 这 脚麻了 陆明飞勉强站直了 老大你看啊 我还年轻还单纯 你忽然跟我说起牛郎这种事 让我觉得我自己突然之间提前长大了 心里 心里不用对我点紧张啊 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安全港完蛋了 联系也中断了 电视上滚动播出着对我们的通缉 我们没有钱 没有信用卡 没有护照 连语言都不同 我和楚子航只能找到这样的落脚点了 我们说了些谎话 说我们是偷渡来日本的 现在没有工作 想应聘当牛郎 这样他们才答应让我们暂时在这里落脚 想来牛郎夜总会 应该不会介意雇佣我们这种非法劳工 也不在乎我们会不会说日文 反正这是一个靠脸吃饭的地方 这方面 我们家徒所加的人都还是挺有信心的 这不是展示家族自豪感的时候吧 老大 牛郎啊 我们这是在当牛郎啊 我平生的第一份工作居然是在日本当牛郎 你觉得以我和楚子航的家事 我俩勤工俭学过吗 这也是我们俩的第一份工作 你不是一个人 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说法 每个人都要学着走入社会 这你马能算走入社会吗 我刚走出一步就在社会的大人缸里淹死了 别这么想啊 你可以出淤泥而不染 我靠 中文太利索了吧老大 可你就算写出一篇牛郎符来 我也不跟你通流合污 老大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很保守的 不像你们意大利人那么浪 浪漫 对 浪漫 在我们中国当牛郎是要被 被 进猪笼的 就是塞进猪笼里 然后沉浸水塘 死了之后还不能葬在自家的祠堂里 要做孤魂野鬼啊老大 陆明飞心想 反正凯撒对中国的事情也是一知半解 不如说的耸人听闻一些 凯撒骤然严肃起来 哦 那我要是跟诺诺结婚了 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对吗 我的天哪 按照你的说法 我也要被沉浸水塘里吗 这 这个 陆明飞眨巴着眼睛 一时没想明白怎么编下去 凯撒揽着陆明飞的肩膀 所以你知道了 你和楚子航都是中国人 而我是半个中国人 按照你们中国人的家规 如果我们做了牛郎这种丢脸的行业 我们会被塞进猪笼沉浸水塘里 所以这种经历我们一定要保密 我们要形成一致的口径 我们没做过 我们是清白的 对吗 对啊老大 你当然没有做过牛郎 我做兄弟的怎么可能出卖你呢 对吧 出卖你 我输入死全家 你记得男生加入学生会的规矩吗 不是半夜十二点在山路上裸奔吗 我干过啊 我可 还有一帮兄弟在到边拍照留念呢 其实我也跑过 也被拍了照 那你知道为什么 从来没有人敢在守夜人讨论区报我们的裸奔照吗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奔过呀 如果每个人都奔过 就等于没有人奔过 如果有人敢跳出来放别人裸奔的照片 他就会被所有兄弟灭口 陆明飞恍然大悟 凯撒拍着陆明飞的肩膀笑容满面 语重心长 所以堕落的事 要大家一起做 才是最安全的 此时此刻 我有一手刘德华老前辈的兵语 才能表达我的心声 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在 老大你一定是数刺刀的吧 武池中的灯忽然黑了 本已高出舞池的舞台上 再度升起了一座高台 从天而降的光束 笼罩了高台上睽萎的身影 他双手握着高架麦克风 犹如挥舞着方天画戟的吕布 那家伙以摇滚巨星般的pose嘶吼 天使们 今夜你们快乐吗 客人们纷纷挥舞双手 吹起口哨 我们的花道 让你们感受到伊甸园的温暖了吗 牛郎们也纷纷起身 为高空中的男人鼓掌 显然 这家伙的出场 预示着今夜的高潮即将来临 今夜 我们的花道中 又增添了一枝雁花 请对我大声地 吼出它的名字 幼京 呼声如潮 是的 正是幼京 把Sala King的兄弟 艾艳的美少年 幼京菊 今天来到了你们的身边 他用握罐杀人刀的双手 拥抱你们 你们愿意接受他的拥抱吗 你们愿意用自己的浓情 留下这迷路的年轻人吗 男人居高临下纵声狂呼 就在今夜 就在此时 用你们的爱与温存 留下他 后台的小鼓敲了起来 服务声捧上金色的箱子 楚子航身居功之后 站在舞台的一角 另一群服务声 穿行在卡座之间 手中的托盘上 摆满了阴红色的信封 客人们纷纷掏出一千元的纸币 扔在托盘上 然后拿过一个信封 鼓声有缓到急 越来越急 开始 客人们购买信封 只是一枚两枚 后来 动辄就是十枚八枚 领桌之间豪气 互相感染 有位客人居然随手摸出一把 万元大钞扔在托盘里 服务声立刻数出了上百枚银红色信封 盘给他 再来一点 爱得更多一些 用你们的爱化作狂潮 把右京拖起 高台上的男人单膝下跪 把麦克风举向空中 陆明飞小声问 这傻逼是谁啊 那些女人在买什么 傻逼就是这里的店长 那些女人是在花钱给厨子航买票 一张票一千块 票越多 就说明他的人气越高 那票有什么用啊 持票 就可以睡师兄吗 什么用都没有 花钱买票 只能说明他们爱厨子航 想要让他留下 鼓声急促如暴雨 钞票飘落如暴雪 捧金色箱子的服务生 在每一桌前鞠躬 客人们把一把把的信封 投入箱子里 每当有人投票 厨子航也在舞台上摇摇鞠躬 最后 信封把那口箱子塞得冒了尖 妖精留下 我们爱你 妖精 妖精 一个女人跳起了高喊 鼓声停顿 夜总会中寂静如天地初开 服务生们把金箱子挂在钢丝绳上 调往空中 另一根钢丝绳 则把一串阴红色的鞭炮降了下来 悬在店长面前 店长从西装口袋里 摸出一把银色的剪刀 向所有人展示 在今夜之前 幼京已经得到了三百二十张花票 那么今晚 又有多少人对他恋恋不舍呢 店长从金箱子里 掏出一把把的信封 随手撒向厨子横头顶 二十 四十 八十 随着店长报数 服务生用金色的漆笔 在银红色的纸上画正字 箱子快见底的时候 正字已经有了差不多一百个 这意味着 有近五百张花票支持厨子航 按每张花票价值一千日元算 客人们为厨子航 耗制了近五十万日元 这些钱既买不来鲜美的金枪鱼男 也买不到哪怕一瓶香槟 唯一的用处 是表达他们对一个牛郎的爱慕之情 所有人都紧张地等待店长 爆出最终的数字 那个数字 可能会刷新这间夜总会的记录 五百八十张花票 我们的幼京在仅仅三天内 就得到了整整九百张花票 这是高天元历史上第二的男子 他的成绩仅次于昨天 巴萨拉庆 得到的九百二十五张花票 爱他就留下他 爱他就与他比翼飞翔 感谢这些爱你的天使吧 他们用羽翼护佑着你 与你一起抵达爱与幸福的天堂 他剪断了那串银红色的鞭炮 九百想的爱给我们的幼京 钢丝绳把鞭炮降到楚子航面前 服务声端着金灿灿的打火机登上舞台 楚子航点燃了引信 震耳欲聋的炮声中 漫天飘散樱花碎屑 原来那些特制的爆竹里都混有樱花屑 他们用的火药也特殊 爆炸后并无常见爆竹那种刺鼻的消音味 反而是浓郁的花香 今夜每桌都将得到一瓶免费的香槟王 店长将钢丝绳吊在自己的后腰上 亮出背后黑羽毛制作的羽翼 飞过舞池上空 狂欢吧女士们 今夜不醉不归 这个二B真绝世啊 陆明飞赞叹 一箱箱的香槟王被搬了上来 开瓶的声音像是礼炮连发 瓶塞飞空乱舞 今晚的派对进入了最高潮的乐章 几百个酒杯一同举起 酒夜在灯下焕发出迷离的金色 舞曲再起 DJ出现在高台上性感的扭动屁股 牛郎们和客人们一起跳进舞池 四面八方都是这个名字 藏在暗处的凯撒终于被发现了 女人向他举杯 有人端着酒杯围了过来 凯撒闪身站在陆明飞前面 用灿烂的微笑 面对那些轻木的眼神 接过一个女人递来的香槟 看起来 其中有些人跟他已经很熟悉了 亲切地和他拥抱 更热情一些的年轻女孩撩起裙摆 露出白的耀眼的大腿 服务生递来银色的荧光笔 凯撒在那些大腿上 逐一签名 以他签单经验之丰富 签这排大腿 不过小猜一叠 比如游龙 请客间 大腿上都闪动着 巴萨拉庆这个名字 得到签名的女孩们 兴奋地尖叫 围上了亲吻凯撒的面颊 凯撒抱以霸气地微笑 搂着他们的肩膀 跟他们合影 看起来 他在这间夜总会的人气 比处子行还要高出一劫 陆明飞站在凯撒身边 也被女孩们簇拥着 前后左右都被或风雨或心瘦的身体挤压着 目光空洞 大脑空白 完蛋了 真的完蛋了 无数相机手机在面前 咔嚓咔嚓地闪 这些证据永远抹不掉了 从此 名誉道德和清白的出身 都跟他说拜拜了 那些牛逼的英雄梦想也一样 文学史上 从没有过牛郎拯救世界这种设定 不过也难说 也许日本的特赦片中 会有牛郎超人这样的奇葩 总之 这是他人生中转折性的一天 作为一只青涩的小菜鸟 他振翅飞越了道德伦理的天芡 晋级为一名新人牛郎 我们不纯洁了 他妈都不纯洁了 我们的真操 我们的下线 跟真操没关系 只是打破下线而已 可下线存在的意义 不就是被打破的吗 凯撒往三个木桶下 各塞了一块新柴 然后跳进自己的木桶里 抽着雪茄 神色惬意 工作之后又是放松身心的日本玉 三个木桶一字排开 热气腾腾的雾气中 三个赤条条的男人 凯撒在抽雪茄 楚子航在看报纸 陆明飞在感慨自己过早失去的纯洁 师兄你真震惊 你不是那种有洁癖的男人吗 可你现在沦落到当牛郎了呀 你就不能配合我刘璐生那种 不是爱封尘 自卑前尘物的深感表情吗 你还在看报纸 在这里待不了几天 你没准就变成残花败柳了 亏得我们学校那么多姑娘 对你朝思暮想 我说你能看得懂日本报纸吗 我读里面的汉子 想看看这几天外面有什么动静 报上说最近黑帮中 连续发生了几起暴力事件 似乎是两派黑帮在大规模火拼 这必然跟蛇气八家有关 还有 我们还不是牛郎 我们只是见习牛郎 如果不好好表现 甚至会被牛郎点点出去 那时候 我们连这样的藏身处也找不到了 而且 我们没有钱 牛郎还要实习呀 不是勇于卖身就可以了吗 陆明飞想到 还要去外面过老鼠般的生活 不禁有些担心 这间高天园 是新宿区 乃至于东京最顶级的牛郎俱乐部 只靠脸在这种地方可混不下去 来这里消费的客户 都是不在乎钱的女人 只图个乐子 哦 明白了 就是一帮贤疾无聊的白富美 还有白富美的妈妈和奶奶 他们可以一晚上花掉上百万日元 或者只为了捧一个牛郎的场面 把街上所有花店的玫瑰花都买下了 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 苛刻啥呀 连那种体重两百斤的胖子都能在这里混饭吃 那个人叫藤原看住 下海当牛郎之前 是大关级的相扑明星 只差一点就能升到顶级的横钢 他以前的女朋友都是日剧明星 在日本算是炙手可热的美男子 但后来一个女粉丝 听说他订婚的消息 悲伤绝望跳楼自杀 他非常难过 觉得自己应该舍弃自己的小爱 拿出大爱 跟爱他的女人们分享 于是果断放弃相簿国手的未来 下海当了牛郎 楚子航及时的普及知识 我靠 一个一桩匹的胖子那么牛逼呢 总之 能在高天元挂牌的牛郎没有弱者 他们每一个都有几千个崇拜者 和几百个经常愿意为他们付钱的客人 甚至只是花钱跟他们小坐一会 所以高天元有牛郎俱乐部中最严格的筛选制度 所有的牛郎都需要经过实习期 在实习期内展露头角 有足够数量的客人 愿意花钱买花票让他留下 然后他还必须通过店长的面试 证明他从内到外都是完美无缺的男人 我和楚子航攒花票的速度还算是很快的 我攒了九百二十五张 楚子航也攒了九百张 多少张算够啊 两周内攒够八百张 所以接下来我和楚子航会被安排面试 通过面试之后就算是正式的牛郎了 我俩应该没什么问题 看人气就知道 这还泱泱自得上了 这完全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好吗 不是说什么家徒所家的人 从来不为讨好任何人而活吗 女人例外 讨好女人并不丢脸 无论没丑 都要把他们当作天使来对待 这是进入上流社会前必须学会的理解 问题是 在你们上流社会 不会有白富美处心积虑想要推倒你 对吧 在这里可保不准啊 我们是出来卖的 那些女人喝醉了 要求我们又卖衣又卖身 怎么办 我这二十年的真操啊 谁说没有白富美处心积虑的 想要推倒我 凯撒没风一阵 摆出自豪状 打住打住打住 这不是重点啊 说起来我们到底 为什么要躲在一家牛郎店里 又为什么会躲在一家牛郎店里啊 这也太神转折了吧 我们这段经历 要是他妈的诗本小说 那作者绝必没相信 那天晚上中枪之后的事 你都不知道了 我和楚子航 抢了一辆摩托车 想找个诊所 给你治疗枪伤 但一路上 无论是大医院 还是小诊所门口 都停着警车 肯定是蛇七八家 把我们的情报 通报给了警方 警方在千和丁 到东京一线设防 我们只能一路往前 沿路都能看到 黑道的人把守路口 我们就只能走后街巷子 一路上躲躲藏藏 最后发现前面 居然是新宿区 我们跑回东京了 正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 看到街边停着广告车 车上印着 南派花道 女子天堂 这种乱七八糟的广告语 发船单的人 特别热情地 跟我们打招呼 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助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 就说我们是 偷渡来日本的外国人 朋友被黑道打伤了 问他能不能 给我们找个诊所 那家伙确然非常的热情 说可以带我们来店里休息 打电话让大夫上门来看你 我们就上了广告车 跟他来了高天元 现在回想起那天夜里的遭遇 有种童话般的感觉 到达曼波网吧的时候 凯撒和厨子航都差不多筋疲力尽了 加上后来的战斗和跑路中的消耗 当摩托车冲上一个高坡 新宿区灯火通明的楼群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他们都惊呆了 他们居然跑回了 蛇齐八家的总部 从江户时代以来 繁华的新宿区 一直都是蛇齐八家的首都 在这里 警示厅的力量 还比不上黑道帮会 他们已经无路可走 是冲向敌人的巢穴 还是返回被重重封锁的千鹤钉 这时 他们看见路边停着挂满彩灯的广告车 车顶的大喇叭播放着悠扬的音乐 磁性的男生念着他们听不懂的广告词 衣着华丽的年轻男人 站在车头车尾 发放折扣券和软糖 那种感觉就像深夜登山的人 他口干舌燥 腿脚发软 忽然看见高处的树丛里灯火通明 半山腰的小店正架着大锅熬牛肉 那一刻 高天元的广告车真是美极了 后来我们才发现 这是一间牛郎店 这里的人还算是很守承诺的 立刻找了大夫给你包扎了伤口 然后店长就出面跟我们谈 说他们很看好我和初子航的天赋 邀请我们在店里实习 还说没有身份证明也不要紧 高天元在新宿一带 还算是很有面子的大业总会 一贯遵纪守法 警察从来不上门 总之 只要我和初子航答应当见犀牛郎 我们就能获得庇护 这赤裸裸就是看上你们两个的美色了吧 可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们就把我当商员好了 别吐我下水 不不不 店长看了你一眼 也很激动的样子 他对陆明飞的评语是什么来着 初子航 楚楚可怜的西市珍宝 初子航一字一字说得清清楚楚 恶心的快要吐了 可惜胃里空荡荡的吐都没得吐 我说你们就没有怀疑过 这家店跟蛇七八家有勾结 把我们带来这里打算望中桌边吗 开始怀疑过 但几天过去了 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通知蛇七八家上门来抓人 可一点事也没发生 我们遇见他们也是偶然的 蛇七八家也没办法算准我们会从哪条路回新宿 所以特意放了一辆车在那里拦截我们 至少到现在为止 这间牛郎店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安全的藏身处 还提供免费的食宿 按周发工资 客人每点一瓶酒 我们就有百分之十的提成 我这三天里已经赚了十几万日元了 家徒所加的少爷会为了十几万日元动心吗 这小钱掉到地上 老大你都不会弯腰去捡才对啊 那不一样 家族的钱 我可能懒得弯腰去捡 但现在 这可是我的劳动收入 话说回来 这里好混吗 遇上把钱摔在我脸上 要我陪他睡的客人 我该怎么办 报警吗 你要知道日本的规矩 牛郎店本身只是一种交际场所 提供的只是演艺和陪酒的服务 所以是合法的 在那种廉价的小牛郎店里 牛郎也许会跟客人有私下的非法交易 但是高天元 是东京牛郎界的最上级 这里的牛郎 就像是妓女中最顶级的太夫一样 一般都是卖艺不卖身的 我看过一本 日本情色史 书上说当年太夫的地位是很高的 即便是不在乎花钱的贵族 想要跟太夫见个面也不容易 你先要到店里大把的花钱 表现得英俊多金风度翩翩 让店老板以为你嗜好人物 这样他才会发帖 请某位太夫跟你出会 这个时候 太夫才会来见见你 来的时候前面有同男同女打灯 后面有持着棍棒的保镖 太夫穿着二十公斤重的衣服 踩着半尺高的木鸡 迈着一种奇怪的八字布 穿越整条街来见你 整条街上的男人都会出来围观 觉得你是男人中的男人 对你又羡慕又嫉妒 我去啊 就跟你的妞开着法拉利来 见你去看电影似的 说到这里 陆明飞心里微微一动 是啊 那辆红色的法拉利 每个人都对你又羡慕又妒忌 这还只是见个面而已 要是太夫看了你 觉得恶心 掉头就走 那你之前的钱就全都白花了 即便太夫愿意坐下来跟你聊聊 你也只能坐得离他远远的 连拉个手都不行 你要继续展现你的风度翩翩 和多才多艺的一面 好让太夫喜欢你 然后太夫就回去了 你呢 就灰溜溜的上车回到自己家 你还要继续的去求见 一边大把花钱 一边风度翩翩 总之你想要泡到太夫 就等于泡到女朋友 而且你一旦泡到了一个太夫 就不能再泡第二个了 太夫也不会拒绝你之外的所有客人 凯撒把一条腿探出木桶 往上面猛胡刮毛膏 陆明飞低头掩面 太性感了太性感了 不能支持不能支持 我的眼睛 明天轮到我出节目 扮演阿波罗 我会穿上皮短裤和金色的披风 全身抹满橄榄油 留着腿毛会让观众以为我是个绒毛猩猩 总之 我们如今在牛郎这个行业里 就像是妓女中的太夫 是有地位的人 客人们会对我们很有礼貌 最多也就是喝多了 在你怀里痛哭而已 陆明飞想了想 还是有点担心 学院要是知道我在日本当过牛郎 会扣学分吗 学院怎么可能会知道这种事呢 你忘记了谁是这个小组的组长吗 是老大你啊 所以回到学院之后 是由我写报告 说明我们在日本做了什么 我会写 我们为了躲避蛇七八家的搜索 在一个心理培训几个工作 我们陪一些上门求助的 有心理障碍的女性聊天 给她们必要的关怀 帮助她们恢复对人生的希望 这当然不是违反校规的事 如果我们忘掉牛郎这个称谓 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看作 为特殊女性服务的心理咨询师 很合理对不对 只要你们不出卖我 我们就都能过关 你已经完全进入角色了 巴萨拉庆 在我昏迷的这段时间里 你觉醒了内心的渴望 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对不对 对 记得以后再有别人在的时候 称呼我为巴萨拉庆 在这里没有凯撒 楚子航和陆明飞 只有巴萨拉庆 幼京和小樱花 小樱花是什么东西啊 你昏迷的时候 花名都已经定好了 Sakura 翻译成中文就是 小樱花 除子航扔下报纸起身 从浴桶里抓出黑壳长刀 洗澡都带着刀 还真有战国时代浪人武士的感觉 凯撒不识时机的 阴瑜速递几句 其实藏身在这里当牛郎 并非唯一的办法 对吧 凯撒 你对我们 隐瞒了一些原因 什么意思 你和我都学过野外生存 我们还有武器 以你和我的能力 即使没有食物 我们也能在神虎山中 生存三个月以上 你是个很好的猎手 楚子航走到一旁的淋浴喷头下 用冰冷的水冲洗过热的身体 就像用冷水为贱坯脆火 你执意要藏在高天园 是因为这里离原石中宫很近 只隔了两条街 你想找的不是藏身处 而是反攻的基地 你并不是真想销声匿迹 凯撒沉默了片刻 拉动嘴角笑笑 放松身体靠在桶壁上 是 你说的都对 是什么哲人说的来着 对手比你更了解你自己 等到本部的人来到东京 他们就会把所有的事情接过去 我们会被送回学院 而你肯定被送去罗马 让你家里人看看你 完好无损的样子 但你不希望那样 蛇七八家在我面前做错了事 他们就得付出代价 路明飞忽然明白了 真的此对普通人来说是件令人悲伤的事 但以凯撒的骄傲 这就是耻辱 耻辱必须被清洗 能够指挥赤背的人 当然是蛇七八家 他们触碰了凯撒的底线 路明飞叹口气 我说老大 别老想了 你就很努力在保护真小姐了 只是出了意外 意外 不 在家徒所加的家训里 没有意外这种事 意外只是诺夫为自己找的理由罢了 凯撒从统中起身 提着用密封带封好的沙漠之鹰 路明飞懂了 无论凯撒还是楚子航 都清楚这间距离原氏重工极尽的夜总会 并非什么安全的藏身处 所以 这俩神经病连入狱都带着武器 对贵公子凯撒和冷面沙胚楚子航来说 当牛郎都不能说是愉悦的事 必然是人生中不光彩的一笔 但他们都没有回避 因为这两个都是不能忍受欺骗和失败的人 从登上陆地的那一刻开始 他们就在拟定报复的计划 这时 浴室门外有人敲门 凯撒把沙漠之鹰扔给楚子航 一秒钟之后 双手持武器的楚子航藏到了漏花木屏风后 凯撒裹上一条浴巾过去开门 门脉是曾经的相扑界爵士美男子藤原勘柱 他梳起了武势头 换上了条文和服 一巾上印着风林火山四个墨迹淋漓的大字 这时的藤原看住不再是一团摇摆的肥肉 更不是变装的猥琐男 他从袖中露出的小臂 健壮的就像小牛腿 宽阔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双目直视凯撒 杀鸡扑灭而来 陆明飞骤然就可以想象 这家伙抓起对手腰间的袋子 把上百公斤的对手扔出圈外的场面了 这间牛郎夜总会果然是藏龙卧虎 十分钟 打扮好自己 店长要见你们 腾原看住是用英语说的 然后他合上了门 面试吗 来得太快了 凯撒看了一眼屏风后的厨子航 门又一次开了 还是藤原看住 带上小樱花 店长要把他也一同面试了 陆明飞在热气腾腾的桶里打了个寒劲 你马太快了吧 我还没出新手村呢 关于高天元 你要学的第一件事就是 在这里没人敢不服从店长 他是拥有精致称号的男人 这 这是什么意思 陆明飞赶紧虚心求教 他总是考试临头抱佛脚 十分钟后就要面试 再不求教就迟了 日本四面环海 所以日本人崇拜海洋 在大海中 鲸鱼是最有力量的动物 鲸鱼肉还是壮阳的食物 所以拥有精致称号的男人 应该是说男人中的志强者 志强者 你们是说那个 扇着小翅膀飞过五池的二货 虽然看起来有点神经病 但你不觉得校长有时候看起来也很神经病吗 但这跟他是个可怕的人并不冲动 黑色的马沙拉地停在盘山公路的尽头 昂热双手抱怀 坐在发动机舱盖上 眺望远处山谷中举火而行的队伍 白衣的僧侣们走在队伍最前方 然后是捧着遗兆的长谷穿一笼 护送铃车的是青一色黑裙的女孩们 最后尾随的是黑西装白领带的家族干部 他们扛着供奉花灯和花篮的祭坛 没有哭声也没有飞舞的指钳 山谷中回荡着僧侣们悠然地唱颂声 好像万卷佛经飞舞在漫长的山谷中 如海波般漫卷起伏 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 秦美把写着犬山家事场的白帆插在图里 长长的队伍经过那面白帆无声的登高 去向山谷尽头的高峰 那里有一条陡然上升的石梯 石梯直达山顶 山顶的风林掩映着早已烧毁的鸟居 鸟居后面是珠红色的神社 那是蛇旗八家的神社 从平安时代至今 每一任家主都葬在神社背后的墓地中 墓都一样 唯一的不同就是墓碑上墨笔书写的名字 多年之前昂热曾被邀请参观那处圣地 但如今那里对他来说已经是禁地了 明天是犬山贺的葬礼 今夜犬山家的人们扶灵上山 明天黑帮投面人物的车将填满这道山谷 即使蛇旗八家允许 昂热也不想出席葬礼 他无可吊艳 无话与家属们寒暄 也没有准备烧香钱 他这辈子参加过太多的葬礼 对这种事很疲劳了 所以只想来这里目送一下灵车 在十天前 长谷川一龙站住了 左右顾盼 犬山贺的干女儿们跟着他四下眺望 昂热从怀里抽出一根雪茄 打着了明亮的蚁丸打火机 长谷川一龙和女孩们都注意到了山上的火光 整齐的欠身行礼 黑色的队伍开始登山了 昂热转身登上马舍拉蒂 头也不回地离去 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没时间浪费在哀悼上 车在蓝牙电话发出嘟嘟声 这说明有电话打进来 昂热按下了接听键 昂热先生是吧 这里是三井之业 您委托我们的事情有消息了 不要在电话里说 半小时后我到你办公室 昂热挂断了电话 马舍拉蒂骤然加速 红色的尾灯在山道上拉出弧形的流光 画着蓝色和花花的门次第打开 每扇门边都站着高大魁梧的黑衣保镖 陆明飞觉得 自己这不是要去参加一场面试 而是进宫 也许宫里有某位公主要临幸他们 也许是要选太监 这是高天园的顶层 这间夜总会开在一座 颇为雄伟的四层建筑里 一楼是舞台和舞池 是举行盛大表演和女宾们好饮蹦迪的地方 二楼是SPA和美容馆 三楼是名为腾湖的槐石料理店和茶社 牛郎前辈们都在三楼拥有自己的房间 而像巴萨拉King和佑京菊这样的心进强者 目前也只能住在地下室 准确地说 他们三个就住在那间浴室里 所以才如此的热爱泡澡 四层是禁地 只有被店长邀请的人才能踏足这里 在高天园里 四层有个绰号 叫大海 巨京当然应该住在大海里 所以这一整层都是店长的住所 整层楼的主色调都是海蓝 海蓝色的墙壁 海蓝色的地毯 海蓝色的帷幕 连餐桌上的瓷器都是海蓝色的 保镖们的光头上纹着海龟 海星和海蟹 你马店长是我多爱显摆自己是头精啊 在最后一扇海蓝色的大门前 藤原看住站住了 伸手示意 他们几个也止步 在面试开始之前 有一件事我要交代给你们 藤原看住挨个直视 他们每个人的眼睛 不是作为这间店里的人 而是作为前辈 前辈 是有标准答案教我们吗 陆明飞兴奋莫名 心说眼前这魁梧的胖子 莫非是分个翻版 会从都当部里 抽出一本复印的答题大纲 藤原看住缓缓摇头 没有答案 老板的问题 从来没有标准的答案 店长的每道题 也从来不问第二次 同样的答案 可能这个人回答是对的 那个人回答却是错的 关键在于 你是不是诚实 对对对 诚实 我们一定诚实 我们偷渡来日本 流落街头 无依无靠 要不是店长收留 哪有今天能吃饱 穿暖的日子 我们不对老板诚实 那不是混账王八蛋吗 陆明飞脸上写满诚恳二字 藤原看住缓缓点头 有这样的觉悟就好 想打动店长 我有用你们心中真正的自我 店长说过 每场面试对他来说 都是男人和男人之间新的碰撞 火花四剑 鲜血凌厉 说完 他闪在一边 祝你们好运 最后一道门缓缓动开 清新的海藻香味扑灭而来 满耳都是水声 仿佛他们面对的就是波涛起伏的大海 门后是一间圆形大厅 居然是一个巨大的环形透明鱼缸为墙壁 岩石上生长着一簇簇软珊弧 海草在人造海浪中摇曳 海龟慢悠悠地上浮 还没有浮到顶部 那条两米长的虎沙 已经绕着大厅游了一圈 奢华之气把凯撒也给镇住了 在走进这间圆形大厅之前 似曾给他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儿童乐园 在走进这里之后 他觉得这里是座顶级奢华的儿童乐园 里面居然有水族馆 大厅里非常开阔 两排书架前摆着超大号的书桌 灯光中坐着魁梧如巨熊的男人 他整个人都是海蓝色的 从海蓝色的断面西装到海蓝色的皮鞋 无名纸上戴着巨大的海蓝色宝石戒指 胸前戴着红珊瑚胸针 他坐在海蓝色的丝绒沙发上 抽着粗大的丘吉尔雪架 轻轻抚摸着名种喜马拉雅猫 摇晃着嘉兵的烈酒 冰块折射出斑斓之光 不愧是店长 在私下场合出现的时候 更是霸气十足 他戴着巨大的墨镜 头顶光明马亮寸草不生 非常有黑道至尊的气概 如果光头上没有闻那条蓝色鲸鱼的话 三个人互相看看都警觉起来 店长的气场神秘莫测很难揣摩 介乎中二病和神经病之间 果断不可小觑 老板指了指门边的长沙发 又指了指自己面前的单人座椅 这倒很好理解 一个人上前面试 其他人在沙发上等着 刀组已经设好 就看谁愿意去当第一块鱼肉 三个人都有些迟疑 这种面试对他们来说 都是人生中的初体验 没人敢说有把握 我帅我先了 最后还是凯撒排众而出 陆明飞长出了一口气 先说老大毕竟是老大 胸怀坦荡慷慨就医 看起来是要用家徒所加的 意大利式神经病 硬汉店长的日式神经病 露死谁手熟难预料 既然觉得要在这家店留下来 凯撒就没有留余地 悍然盛装附会 穿的还是那身紧身西装 换了透肉的银色衬衫 浸了水钻领巾 看背影 紧身裤裹的臀大鸡鲜毫臂线 陆明飞跟厨子航耳语 老大很拼啊 家徒所加的人就是这样 一旦确定了目标 就会不予余力 不择手段 这是他们最可怕的地方 但店长对凯撒的外貌 和衣着完全不予置评 他从书桌上 粘起一根毛笔运笔集书 看架势大开大合 居然是个资深的书法爱好者 墨迹淋漓的卡纸 被推到凯撒面前 Basala King 我面试你的问题是 牛郎之道 店长开口说的居然是中文 纸上是个飘逸的稻子 凯撒目瞪口呆 他已经做好种种心理准备 再减酸的问题 都不足以击溃他的心理防线 但店长只用了一个字 就撼动了他的防御 尼玛牛郎之道 这是面试当牛郎 还是店试当状元呀 在日本 每一行都有自己的道 没有道的人 只是在世上迷路的羔羊 带领女人们寻找欢乐天堂 这就是男人的花道 店长看出了凯撒的迷惑 Basala King 我在问你的花道